车体变形秀势堆积 任谁看都是妥妥的僵尸车 不时荒野等待自然风化成为泥土 才是它的最好归宿 拿去废品回收恐怕都会被人贤秀层太厚 几乎已经丧失价值的汽车残骸 却被大胖一眼看中 开着一辆皮卡拖着半挂道来 竟想让它恢复运转 不知道是一高人胆大还是有钱没处使 只从外观来看 基本已经无法分辨这台车的身份 已经大约存在了30年时间 1968年到1973年产的OPPO GT 残余造型痕迹依稀还能分辨出些许肌肉车的样子 它的确是和科尔维特有着一定关联 也曾见证过欧洲汽车的发展历程 在系列车型改良过程中 排量出现过只有1.1升的设计 后续阶段性升级改进 也只是提升到了1.9升 进行轻量化设计的800多千克车身 才是它最有力的支持 让性能输出的刚性需求大幅度下降 否则想干过现如今的小型车恐怕都是非常困难的 但别看现在是这么一副惨样 曾经也创下过短时售出13万辆的辉煌战机 不过其中大约有10万的选择是最低配款式 也算是时代铸造的平民乐 或许它能看上这台破车 也有历史沉淀的原因在内 而掀开机盖后的景象还是有些让人难受 灰尘修饰继续覆盖 这还算是比较能接受的事情 但大量树叶树枝堆积 还有一些骨头 显然是被一些小型动物居住过 大概率是老鼠一类 想想都让人觉得恶心 但已经立下了flap 又怎么好开始就放弃 戴好白色手套扯来吸尘软管 先系统的全面清理一下 大片堆积杂物渐渐变少 下方隐藏的机械结果逐步暴露在空气中 虽说一些零件还有点金属光泽 但情况还是不怎么乐观 内部用于绝缘的线束护皮 想来也已经干燥淬裂 启动装置和一系列电路恐怕都不能再使用 而大胖还是抱着点侥幸心理 不打算排查线束 直接找到电机连接跳线包搭电 经过一番忙碌 机舱不算彻底清理干净 只是基本暴露了重要部分 启动器 电机呈线 只需要将电线连接电池即可 简单确认原装电机是否还能继续使用 电路接通不出所料 系统并未成功运转 不过内里传出了咔哒咔哒的声响 像是正式皮带或是曲轴工作的声音 这意味着还有修复成功的可能 虽说任务艰巨 好歹还是留下了一份希望 但也正是这份希望 才有了接下来的一系列麻烦 继续深入清理沉积杂物与灰尘 便于拆卸固定结构与观察 当然车辆空置时间太久 气缸内部已经干涸 还需要灌入更多新鲜油液沁润 好在里面没有出现大范围脏污结块的情况 让清洁工作稍微好做了一些 之前机舱内被老鼠之类的小型动物住过潮 除了本身机械结构老化问题需要关注外 还要不断排查零件或线数是否经受过额外损伤 尽量绕开电路问题 避免出现翻动造成的二次伤害 它找到化油器核心部位 确保引擎启动的基础用件完好 只希望继续拆解后 不要在引擎内继续有坚果之类新的大量发现 深入工作缓步进行 它亲手亲脚地拆掉外层电路衔接 严重地俯视情况堪忧 电力输送环境极差 在恢复测试之前 还要使用砂纸将表面绣舞好好打磨一番 光是清理的准备工作 估计就要超出机械修复部分很多了 挑出老化线束接口 去除小段表层绝缘皮 裸露铜丝与新线连接 小部分线束恢复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好在目前线束并未发现被啃咬过的痕迹 这代表着内部老化件还有不少能够勉强继续使用 减少了可能存在的致命隐患 也算是破车拉来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旁的跳线包输送电力 组件轻微转动的声响不断传出 刚刚一阵忙碌也算有了收获 但那里还有更多问题等待处理 修复工作仍在不断深入 拆除原装四个火花塞 将电路连接端轻微打磨 提供良好的接触环境 小心谨慎的模样很难让人联想到破车身上 估计检修正常车辆能做到这种程度的都是不多了 虽然明白是车体脆弱的原因 但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 清洁好的火花塞逐一领回引擎 再使用梅花套筒加紧固定 再次输送电力 情况没有出现任何好转 屈柄仍在运动 但绝对不是正常工作的状态 插头线束或许还要重新编排 等待处理的问题绝对不少 而现在只是灌入少量润滑油液 转动声稍微大了几分而已 还是没有出现好的变化 这的确很让人泄气 大胖也有了想要放弃的苗头 倒是没有更换什么大件 只几根电线也没产生多少修车成本 但一天时间的忙碌 最后只换来让电机动了几下 的确很导人心态 想要放弃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考虑到车辆空置时间太久 前一天还是将线路插头全部取下 往引擎内填入少量燃油静止 通过一夜的沁润或许还能有点变化 他将引擎顶盖拆除 内里阀门链条全部暴露 还有些油污分布 但透露出的金属光泽完全没有锈石的痕迹 对比肮脏的机舱环境简直不要太好 扭动转感观察链条情况 转动虽然缓慢 但流畅度还是不错的 比想象中的情况要好上不少 再次取来跳线包 这次没有引擎盖遮挡视野 面条转动与活塞腾挪清晰可见 完全没有制色的感觉 原本打算放弃的念头渐渐熄灭 两人小组再次投入修复的工作中 新的润滑油液流传 还需要引擎启动一段时间效果更好 而目前状态或许并不足以支撑 不充分的润滑极易导致内里零件摩擦受损 就目前破车的状态来看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通过刚当的引擎内部观察结果判断 更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外部零件腐朽 与线束老化问题上 围绕引擎周围继续排查 加固线束连接稍微尝试启动 引擎发声倒是稍微大了一点 经过一夜的燃油浸泡 看来还是有点用 它再次向润滑系统补充了几次润滑油 启动发动机声浪变大 甚至出现了短暂的成功启动 后方大量浓郁尾气飘散 好转的迹象让二人重拾信心 显然这台破车已经有了再次前行的可能 昨日的汽油灌入 更多是为了辅助内里污垢与袖式清洁 毕竟车辆已经空置很久时间 目前状况最好是能将润滑使用的汽油全部倾斜 再次灌入新汽油再做启动 但这样的破车不至于操作太过精细 继续补充少量汽油继续尝试即可 这次的引擎启动时间长了很多 尾气排放与声浪也显得稳定了不少 接下来的处理工作更容易了 更换全新连接软管 将化油气顶部的禁锢去除 从源头上将问题处理 便可使用油箱持续供应燃料 破车的重新启用工作基本就能完成了 顶峰拆除工作一场小心 上层螺栓小件拆除可以随意放置一旁 但顶盖的取下牵连不少零件 如果掉落几个到机舱内能不能找到暂且不谈 光是底部充斥的大量脏污就让人不想伸手 还是小心一些为妙 而去除顶盖后内里景象还是比较乐观 只有树叶等少量杂物沉积堵塞 取来抹布吸出枪内液体 并清洁壁挂污垢使用气管充刷残余污 的确干净了许多 回装顶部封带完成周边螺栓加紧 连接油路软管与油箱部分 处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少量灌入汽油 启动引擎更加顺利 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 但声望变化有些厉害 大胖判断气缸吸入空气过多 或许是化油器外层密封固定没有做好 稍作加紧固定 足够凑合用了 腐朽车身缺少散热器 冷却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引擎发动也无法持续太长时间 最多往管路里加水 稍微延长一点时间罢了 找来气泵为干扁轮胎补气 车身都残破成了这副模样 逐渐饱满的轮胎还是很出人意料的 控制系统缺少制动空间 但已经饱满的轮胎让它勉强驱使即可 让车辆停介自身动力一出拖车 就算满足对它的预期了 通过跳线包输送电力 再次成功启动引擎 打开车门 同样遍布脏污的内饰映入眼帘 大胖也不嫌弃直接坐了进去 半挂缓慢倾斜 启动的破车缓慢驶出 成功运转前行 甚至两个鲁速大灯还被成功点亮 原本就连当事人也没抱希望的修复工作 竟然完成了 的确令人惊叹 最后的修复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少量润滑机 些许汽油与几根电线 用来让这样一台破车再次发动 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继续的修复工作没必要再进行了 全部复原换新成本恐怕要远超同年份精品二手 无过具体 有这功夫恐怕都够他造台新车了 不过引擎与变速箱部分的此类基础修复工作 交由爱好者完成还是很有价值的 本身作为一代经典款型 设计制造技术也有浓郁的历史气息充斥 如果这样一台破车交到你的手中 是选择和大胖一样好好研究一番 还是直接找到废品回收处理掉呢 使务游多迁 使务游多运按原券 为国益 动课 操游软